這個車椅 不會太高嗎 那我咧 你不會吧 我就是為了你的角度才俏的 我會動什麼 誒 不知道這是鞋子 這個過了一半之後 下面就完全是紅線的過程 所以這個Skid很謹慎 嗎 還不習慣那個速度 這個就跟我們 就下半路這個 我看一下我口罩是跑到下巴一直打 是啊 我就覺得他怪怪的 行嗎 我吃這個 這個應該是說這個 安全帽都有點卡到我 太勒太緊 卡到我 就是他卡在那邊 那我口罩要在他下面 安全帽 帶子嗎 不是呢 安全帽帶子在你的紫色以後 你卡到的是你那個紫色 紫色哪個是紫色 你穿的中層是紫色 對 你卡到的是紫色 那我們頭不會敲太高嗎 嗯 我覺得我也是像在拍天上的感覺 很難講 因為你說我都會往下看 沒有應該說 新野影片就開始往下看 但是 在沒有賴梅華的時候就還好 你們說我在看他嗎 我不知道 因為理論上我現在的角度是 往上看 是沒錯啦 那我現在的角度是什麼 我就還是偏上了一兩度 那我覺得我敲了五度吧 我覺得我是這樣 你要不要把我敲下來一點 你看前面停著看 一模一樣 那也可以直滑 先第一個 先熱身回來 然後中間鬆雪沖一次 這次直接從鬆雪的旁邊下 你說最高喔 對啊 沒有啊 那個我們其實就是在最高 我們是從更高的那一台 下到這一個的最高 只是我們下巴是從最高的旁邊切過來 這是從最高的正上方下去 差別只有這樣 中立 那不是在滑一個多小時就可以休息了 不知道 就是一個小時 欸 啊我們的左邊那個山沒有去啊 怎麼會啊 我們都一直滑右半山啊 我們只坐了中間最長軟車 對啊 剛剛又跟你說到處都要滑一滑 啊這個 那個也沒滑啊 那個喔 那個要坐高一點 好啦 那這個就回頭 我們現在就是逛完 逛完也差不多 回頭什麼 那個啊 回頭下的這條路 剛剛人家看人家的 對對對 就是那條路 這右邊是沒路還是怎樣 其實右邊這條路感覺 也不錯捏 都沒人滑捏 不知道是不是路呢 我覺得應該是啊 還有燈耶 我只看到頭 喔喔 看到了 我覺得這可以耶 好像左邊好啊 左邊比較抖喔 我覺得右邊比較好 左邊是前進了一小段才開始下 闢鎖中 還是認識反過來看闢鎖中 反面是正常 它右邊沒拉線 不就是可以嗎 因為這個很滑一陣 那不就是 更陡嗎 這個為什麼是下面往上的時候 屁手中 沒有就是 我是說排的 不知道是怎麼樣 我們看得懂 所以我們看到的就是正面 看不到 你要爬上去看 好就走到後面 好就走到後面 我會被你的那個 卡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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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滑嗎? 很難滑嗎? 這邊看起來好陡喔 這邊看起來超陡的耶 這裡啦 我想說這邊看起來超陡的 好危險喔 怎麼覺得有一點在那個什麼馬之背的感覺 有沒有有沒有 很馬之背的感覺 有喔沒有 剛剛人家真的是從這邊下來的嗎? 這裡好像糟糕了 怎樣? 我們只能橫著切過去,去到那邊 剛剛那邊下就是這麼陡啊 超恐怖的 這不只32度吧 只有上半步 我們現在只能 這樣子只能這樣切過去 怎麼辦 你說就衝下去讓它敲上去喔 算我們過不去啊 對啊 這一塊的鞋 只能這樣切過去啊 斜切嗎? 想辦法像山陽站嗎? 對啊,我們山陽站應該很熟練 先拍照 而且難的只有上面 現在回頭看怎麼覺得那邊比較不陡 但是我剛剛那邊看 那邊很陡 哇,這樣子 就想辦法山陽切 唱過去啊 這裡有人有貼過來的痕跡 一定要站穩喔 這樣子切過去 我想要貼邊邊一點 這樣子切過去 站不好我就滑下去 不會滑下去,只會一直切 怎麼辦 這樣 要切囉 你選個喜歡的角度再切 我想這樣切啊 你要直接滑下去很陡的樣子耶 不會嗎 不然這樣子就更陡啦 我是想這樣子 這樣子橫過去 我也是這樣啊 我是這個角度 你是這個角度 你這樣子會撞上去 我這樣子可以順著過去 噢 蹬梯 怎樣 你要 聽過就好 對 我們怎麼會來這裡啊 蛤 我是很保險我的三陽站過來 這裡好落差喔 蛤 這裡好落差喔 這裡好落差喔 這很難耶 這很難耶 去查安全 就變成我們兩個人 所以底下的人慣望 好啦,來到這就安全啦 很深耶 我還是擋住你的路嗎 我沒有 超抖的 超抖的 汪 哎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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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其實他都很鬆啦 一邊滑一邊下降都還好 要幫你拍一招嗎 好啊 但是好小喔人 太高了 對啊 誒 看我 哎呀太高了 好 去哪邊 我去哪邊 不要去雪會動的地方好不好 從中間走就好了 那邊歪太沒有人 然後到時候雪整個掉下來怎麼辦 那邊歪太沒有人走 雪整片滑下來怎麼辦 你現在又在緊張了嗎 我會擋你的路嗎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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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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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